欢迎来到灵异税务讲堂 我是会计师灵异 今天要来和大家聊一下海外资产申报中 最为人所熟知的表格 表格114或称为FBAR 也有人将其昵称为肥霸条款 虽然这是一份广为人知的表格 但是在我们执行业务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有很多人误解它的定义 或是没有理解得很全面而惹上麻烦的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海外金融账户的涵盖范围 顾名思义指的是海外金融账户的申报 房地产不在这张表格的申报范围 而海外金融账户包含了现金 有价证券及人寿保险 此外纳税人有海外公司银行的签字权 就算没有银行的所有权 这些讯息也要揭露在表格114中 若是很多人的理解呢 仅仅是停留在现金超过1万美元才要申报 而申报1万美元的门罕 指的不是单一账户超过1万美元才要申报 指的是aggregate amount 即是金融账户该年最高点的加总数超过1万美元 则每一个账户都要申报 例如我在台湾有三个银行账户 该年的最高点余额分别为3,000美元 4,000美元及5,000美元 虽然个别账户都不超过1万美元 但是加总数字超过了1万美元 于是这三个账户都需要申报 有的人会担心国税局用这张表格来算税 但是呢这张表是information return 它不是所得税的计算 但是呢这张表可以提供一个交互集合的基础 没有申报或是漏申报这张表 有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 就民事方面 活税局可以每一年罚漏报的账户一年1万元 或是其最高点的50% 要留意的是没有申报过的东西 没有追溯期的限制 大家要谨慎处理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上我们事务所的网站 获取更多的税务讯息 www.agapecpa.com 或致电我们Cupertino的办公室 408-725-1700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